中選會主委陳英淺才剛進來 就被立委團團包圍 因為國民黨質疑 反空污公投 遭到中選會惡意杯葛 陳英淺臉色鐵青 從頭到尾不發異語 現場一度發生零星推擠 藍委還因為會議程序 跟招委管閉零對峙 由台中市長參選人 盧秀燕提出的反空污公投 40多萬份連署書 被中選會認定 18萬份不符規定 其中有位造情勢者 高達7.7萬份 此人連署更有1.8萬份 中選會將在10月2號 審議公投是否成案 48萬8千件 結果查對完事 49萬7千件 將近 將近 一萬件哪裡來的 是不是中選會丟進去的 我必須感謝這個國民黨 跟親民黨在92年提出的草案 當時他們的草案就明文規定說 如果是衛造連署應該替除 陳英淺還趁機酸了國民黨一番 但也被質疑是因為綠營 台中選情告急 才在幕後操作中選會 最新台中民調顯示 盧秀燕支持度40.2% 勝過林家龍的38.1% 不表態的15.9% 將成為選戰關鍵力量 根據環保署空氣品質監測 10月3號前西半部空污再拉警報